您好,欢迎收看8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路易会 花莲市十二场阿美族部落风年季在上个星期圆满落幕 紧接着登场的是太鲁阁祖的感恩季 29号上午在大本部落聚会所举行 大小族人齐聚一堂以传统歌舞感谢上昌 而市长魏嘉贤也感谢族人共同产承文化而努力 县长徐中卫还有国民党主席江启成也特别受邀前来参加和族人们同欢 太鲁阁祖感恩季29号上午在花莲市大本部落聚会所举行 大小族人齐聚一堂以传统歌舞感谢上昌 市长魏嘉贤到现场和族人们牵起手来同欢共舞 也感谢族人长期来为传承文化而努力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太鲁阁的族人们在花莲市 尤其是紫玄事务组长 在这里努力的推广我们太鲁阁祖的文化 也让一个族群能够有一个凝聚的一个中心 那我们再次也希望所有的族人们能够重新的学习自己的文化 了解自己的文化并推广自己的文化 也希望其他族群都能够彼此尊重 花莲市长徐正卫还有国民党主席江启成也特别来到现场 受到族人们热烈欢迎 部落事务长陈子玄也为江启成戴上了传统的编织头饰和背带 那在这边感恩的季节我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花莲的乡亲 特别是我们原住民的老朋友们 谢谢你们长期对本党的支持 我们党也会永远跟我们的原住民在一起 跟你我们用这个独鹿的文化传承 我相信这是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部落的旗号 不断的在编着我们自己独鹿的字典 这是我们让人非常非常敬佩竹开了16居的台湾 所以在这里祝福我们部落平安喜乐丰收 感恩庆是太鲁阁族年度的文化重要祭典 部落当中的孩童青年勇士妇女都会轮番上阵 带来太鲁阁族传统文化展演 现场还有波玉敏及富仲等区位竞赛 就如同嘉年华卉般热闹 再再显示出太鲁阁族人的人文文化还有传统 就位徐丽群华联市报道